这是一张3070Ti的公版显卡 左边机箱里面的是一张非公旗舰显卡 ROG猛禽3070Ti 以往呢它俩会有一个不同点 公版会比较难买到 现在呢就成了共同点 都比较难买到 之前经常有粉丝问我 到底什么是公版 什么是非公版 是不是非公一定会更好之类的 这期视频呢就来解答一下 看看他俩都有什么优缺点 谁跟YES 在跑测试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有那么多的厂家生产显卡 为什么还要生产公版显卡 英伟达把核心芯片卖给了厂家之后 不可能一锤子买卖杀手不管了 不然哪一天厂家 虾搞乱设计卖给消费者的显卡各种翻车 到头来损坏的不只是单个品牌的声誉 所以 英伟达会提前给他们打个板 什么供电啊 和输出接口不能少于多少 最少要达到什么频率啊之类的 简单理解就是演示一遍 这道数学题应该怎么解 答案是什么 避免他们犯错 但是这个答案是唯一的 解出来的3070Ti不能渐阅 以前华硕就干过这种事 弄了一个GTX760双星战神版出来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那厂家们也不是只能安守本分 虽然答案是唯一的 但解法并不唯一 能有更好更快更高效的解法 所以各类非公显卡琳琳满目 中杯大杯超大杯 这张猛琴就是超大杯的 从体积上来看 3070Ti的公版像是一个中杯 当然也有3090这种超大杯 但一般公版会考虑在 不同场景里面的兼容性和拓展性 比如服务器里面 所以一般都设计成双槽的高度和厚度 相比起来 猛琴的散热从视觉上看就会猛很多 但是晒在服务器或者是小机箱里面 它不一定是优势 待会考机测试的时候告诉你们 这次30系显卡的公版和以往有一些不同 PCB有分人群版和给厂家方形PCB的 两个公版的用料其实没有多大的差异 设计初衷都是为了保证出厂芯片的性能 能在基础限制上 避免价格占出现严重阉割等等的问题 人群版用的并不是传统的供电接口 集成度也更高 12项供电密密麻麻的排布在PCB上 PCB的镂空也有助于散热的流通 毕竟只有双槽的体积寸土寸金啊 而猛禽等旗舰飞工的设计初衷就不一样了 一切都是为了更强的性能 以及更高的超频空间来榨干芯片的潜力 所以PCB必须做得更大更宽 才能塞得下更好的用料和更多的供电 猛禽这是给3070Ti用上了16项供电 还整了跟3080 3090一样的三个8PIN供电接口 你们看这两个PCB的大小差了多少 除了出厂频率之外 两张卡允许的功耗上线也是不一样的 公版是320W 猛禽是380W 所以在开放平台下测试 猛禽的游戏帧数都会比公版高那么一丢丢 之前3070的性能比2080Ti弱那么一点点 这次3070Ti会好那么一些 这还不包括手动超频的情况 因为芯片的加速频率除了功耗之外 温度也是很关键的 猛禽有了更大的场地发挥 风扇的效能自然会更猛一些 更低的转速换来更好的噪音表现 打开芝奇J5i的玻璃侧板烤机10分钟 公版的核心温度会上升到75度 而猛禽的核心温度在65度以下 所以在大部分的机箱里面 非公显卡会有更好的温度和游戏表现 但是CC谋居对 公版的双槽在大部分的ITX机箱里面 优势也是不小的 就拿这次装的芝奇J5i为例 里面塞的平台只是一个J490i跟10600K 发热并不大 合上侧面玻璃之后10分钟双烤 公版的核心温度维持在80度左右 而猛禽则是在81度 虽然J5i留有了三槽的显卡位 但是因为猛禽接近三槽的厚度 非常贴近玻璃 导致吸风非常的困难 比起打开侧板的时候 温度高了不少 同时散发的热量也会给处理器带来很大的压力 而公版除了更宽阔的吸风空间 左侧风扇吸收的热风 大部分热量能通过尾部直接排出套机箱外面的 对于小机箱内的温度会更加友好一些 总结一下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RGB 更高的可玩性 更好的超频空间 各式各样的非公版显卡 总有一款能满足你的需求 公版的话除了信仰加成之外 实用的体验并不会打折扣 在ITX小主机里面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人薰版大陆这边暂时还买不到 各家的原价卡 注意是卖官方原价的那几款卡 基本上都是公版方案的 就是比茅台难抢了一点点 所以这一期我也没有去跑太多的测试 简单聊聊两者的区别 如果能解答到一些困惑 还请一键三连支持一下 我是说广播的YES 下期视频再来看看谁跟YES Peace